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还是一大堆的坏消息啊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我们还要分三个主题来讲 第一个主题是肯定说到这个席包子乱搞了吧 这个席包子我们说过了 他是个老人家嘛 起码他是个老人家 七十多岁了 他的鼠标都不会捉 有一次人家就是新闻联播拍他嘛 就是拍他是在微博上开了个公众号还是怎么回事 好多联系了 1113年还是11几年的事情 当时就不小心就是抓拍到 他那个键盘上啊 他弄了一个 像我那些老人家家里面老人家呢 就是喜欢在那个空调按钮上面写个字 一个字贴上去 这个是开啊 这个是关 他就写了个字贴 就贴到那个回车键上面去啊 说哎主席 哎这里这里 这已经贴了一个字 写在这个大大的回车回车键上面呢 但旁边的官员还要还要去指导他 哎哎这这习主题 按按这个按钮就对了哎呀他 这所有东西都帮他搞好了 李习近平就是坐在这个座位上 电脑前面 按这个回车就好了 你按了半天 所以按了半天 按一个回车键 他都按不下去 所以就是他完全也可以这么讲 他纯粹也是个跟时代脱节的这么个人嘛 啊 他他也从小到大 没有没有吃过任何苦嘛 他从小就当书记 他妈没有做过任何实际劳动 是饭来张口啊 一一来伸手 他都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就当官啊 就就这么简单 嗯 然后他现在还继续大力度的 要整数这些互联网行业吧 新型行业 反正他看不惯啊 就就这么简单啊 他他觉得你们玩什么游戏 玩游戏啊 纯粹浪费时间啊 就是还不如耕耕田 或者说是 入乌啊 参军啊 是不是啊 收复台湾啊 这才是做正事 玩什么游戏 把你们全部扫进历史垃圾堆里面啊 这就是习包子的看法 或者说他觉得我中国人就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我不让他们玩就不让他们玩 我让他们天天去跑步 去锻炼身体 去他妈准备收复台湾 他觉得这样的好 嘿 是不是啊 所以这第一个话题啊 就几个新行业继续收到细胞质的铁拳 继续收到细胞质的掌数啊 这是第一个话题 开个头 开着老长老长啊 第二个话题还是会说说楼市的一些新闻 然后第三个话题就讲讲外部形势 现在好像台湾啊跟印度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哦 态度相当嚣张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先说第一个主题啊 第一个主题就是首先说今天啊 有人要睡不着觉了啊 习包子 铁拳啊 垂向谁呢 垂向啊 这些什么做网红的啊 662万啊 网红补税 第一例曝光了啊 连底前还还会啊 就是这他官媒告诉他啊 连底前会有一波补税潮啊 这你们以前拍那么多视频啊 那么多粉丝赚那么多钱啊 现在全给爷啊 全给爷补税来啊 呃 在这个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加大对网红明星的查税力度后 网红啊 公开补税的首个个案啊 得以披露 这个单我觉得应该是精心设计的 就是 嗯 比较良性啊 他他自愿 被自愿也好 啥的 自愿也好 被自愿也好 反正就 就是全补交完了啊 补交完了662.44万元的税款啊 我们看看里面的一些元素啊 首先这个网红是哪里给他追的税呢 呃 郑州市啊 郑州市京水区税务局啊 运用大数据啊 哈哈哈 实现信息系统 我说了 他他妈 他要追你税的时候 他什么大数据什么都来了 你说你丢了个钱包丢了个单车 你叫他去找的吗 你说你被人家 我就我就被人砸车窗啊 找过他怎么找他半天你了什么什么他都帮不让你解决他说没有什么 摄像头找不到啊 他 反正帮你 人民群众做事的时候 他什么都拍不到啊 他他妈的大家愣死你的时候 他他拍的老信息老信息啊 你 就 呃 这里面首先一个是郑州啊 我觉得第一个元素我们引起注意的郑州啊 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水灾嘛啊 受灾比较严重 然后政府没钱 这个政府没钱是是个大前提 政府稍微好一点 他他就不会这么积极去搞这些事情了 政府没钱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所以我之前也分析过了就是呃 地方 穷 然后里有钱啊 这种地方你要小心啊 千万别呆这种地方啊 就是呃 我我举了一个案例就是贵州茅台 所以你看到天天让他捐钱啊 有事没事让你捐钱 就是那个地方很穷的那个地方你千万别呆啊 那种地方啊 就是可能还是会 这个我们后面的分析啊 就是呃 无论你是开公司的 你看现在你是个网红也也跑不掉 所以在中国没有什么睡觉静好 在中国就不允许睡觉静好 你想当什么李子柒啊 也不能到你当啊 就是你你反正你想找找个风景儒化的地方啊 就我我过点安静的生活没什么安静的生活 你在一个什么你你觉得老了 了不拉扯的地方 只要你有钱啊 你你你你钱怎么来吧 反正他想办法让你交啊 就这么简单啊 甚至他可以要求你双重征税 你说你你这个税可能在外面已经交过税了 他再叫你再交一次 他可以叫你双重征税 他可以摆出一堆的案例啊 国际上哪个国家也是双重征税的啊 这样所以 我觉得在国内很难有安稳日之过 就是因为有一群土匪 对我这奠记的那些 你想就有点钱啊 过点安稳日之下 我觉得还是够强啊 嗯 然后看看这个金额啊 662.44万是怎么回事 这个里面呢 呃他是有原来啊 他他怎么找到他欠的这个账呢 找到 呦他他他这什么大数据啊 在哪个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平台啊 这个找到有可疑的痕迹 然后就去找他 找他这个网红 他从头到尾没说他是谁啊 但是他说他一开始不接电话啊 这是老套路啊 中国中国批民不接电话 这是老套路啊 这个户级管户级管理员多次与纳税员联系 但纳税员一直不接电话 哎 这这我觉得人家就你怎么说人家不接电话 人家就可能呢 没听到是吧 他一一来就不是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随后呢工作人员又联系其任职单位 向企业了解啊 然后的单位财务负责员说纳税员 已经离职前往北京啊 就找他以前的单位啊 单位说他去到哪里 他可能是个流动人口又又没 他户籍可能还在郑州 但是他跑到北京去了 然后可能租了个房 没办没办居住证 还有什么意思 反正天罗地网找他 最后终于找到他呢 发动民警去找他 找到他他肯定马上认怂了 对吧 马上就是表态服从税收管理啊 清缴税款 但是由于本人在北京 受银行汇款的规定 税款不能一次性缴纳需 要逐日分批支付啊 所以截至目前这名纳税人分了15笔 结清的税款 补交税款本来是634.66万元 但是还有自拉金27.78万元 因为他那你看啊 他在这里说到他这个自拉金是怎么算的 自拉金是按照每天万分之五 所以相当于年利率是18.25啊 所以这个年利率也是够呛 就是按照什么支付宝微信的信用卡 全部是万分之五都是这个利率 那么他天天就批评什么花瓶啊 害人那他他自己也是收这个自拉金也是按这个收万分之五 这个很高啊 这个这个相当高 他说原来我们还可以处于处于0.5至5倍的罚款 但是现在看你态度还比较好 所以就不法利款了啊 就私下里可能聊过了 哎呀再也再罚我不行喽 是吧 哎呦行行行600多万我就给了 你不要再加罚款了 可能就聊了一下 哎呀行行行 就这样吧 钱钱马上交过来 所以这个自拉金你看27.78万呢 可见他这个欠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如果他一连的话 应该也差不多有100万的自拉金啊 所以就600多万马上打了过来 所以总共就662.44万 就已经是格爱开恩了 你马上要要感谢爹啊 感谢共产党 给你宽大处理啊 坦白冲宽 所以他一开始他这个两毛想跑啊 没没跑到啊 这个天罗地网去追踪他 当然了 我觉得现在地方政府都穷的要死 你说你你欠个600多万 所以他不追的你 天涯海角都追你 除非你就出国了 对不对啊 所以不然追死你啊 他在里面说到啊 其他的省市啊 我们这个连底都会进行一波的啊 这些查税行动啊 就是这些他特质的网红啊 也就是做自媒体的啊 什么在网上做节目的 近期啊 浙江广西等地税务部门啊 正依法对两名我说的很清楚 两名啊 这个目标不相当准确了啊 就浙江一个广西一个 两名主播啊 及其相关的企业进行立案调查啊 检查发现两名主播均涉嫌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 啊进行虚假申报扫缴个人所的税 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定的啊 人家就就是放在企业里面 你怎么就愣是要放在个人里面 其实这是一种强制性的 因为你按照个人收入可能那个税率会比较高啊 他放在企业里面呢 他就是一种合理避税合法避税完全合理合法 就放在企业里面 然后企业再再做点支出 然后就可能扣除掉 他利润就没那么多 可能就少缴点税 但他现在就就一一脑门了 他就就说你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 我觉得这个有有点横的来 就是我们广东话就是打网来说啊 那这个这个这个有点强霸王硬上弓了 我觉得就你觉得人家究竟是企业 还是个人应该由主体说了算 而不是你税务不闻 所以说人家是个人的还是 嗯我就我觉得这个这个有有点奇怪啊 反正现在就地方政府穷穷的要死啊 就就给你罚钱啊 就这么简单啊 除了这个网红补税以外啊 这个类似的新闻也很多啊 比如这个消防部门啊 就提出要对这个淘宝啊 什么拼多多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啊 因为上面有卖一些 这关于消防方面的假货啊 这些都是继续在清理的 那第一这些都是小新闻啊 第二个大新闻是什么呢 说到这个网柔啊 网柔公司呢 它是 已经是两个多月 八月份九月份到十月中旬 已经差不多三个月了 就三个月啊 估计这个月都发不出来啊 也就是三个月没发什么呢 这个叫做网柔版号啊 那是什么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网柔跟这个中国 在中国啊 跟这个书籍是一样的 它需要有版号 你才能够发行啊 那现在就是三个月 没给 他们发这个版号啊 新闻没有多少啊 就是说 现在这些游戏公司都很急 新的游戏不让推 不让你们推出 那旧的游戏呢 有一个问题 它之前是八月三十号啊 他不是出了一个什么 严格管控未成年人 玩网络游戏的规则吗 当时就是要求 他们只能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每天的八点到九点 就这三个小时 能够玩游戏 就再加上这个 一个是不让发新的游戏 已经三个月没发来 这整个业界就停下来了 就很多公司就要裁员了 不让你放那么多 通常来讲 人这里面有一种业态吧 就是从业界的业啊 业态就是大家都是这种 都是快餐游戏嘛 它不是什么艺术品 它玩游戏都是不断要 就像我们看肥皂剧一样的 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 那那么让大家看嘛 所以你电视剧也是一季一季的嘛 大家大家追着看嘛 对不对啊 这个游戏也一样 你不让新的游戏进来 那你老的游戏呢 你玩了玩了 总归是玩逆了 或者说大家玩透了 哪怕是禁忌游戏啊 就如果你是单 我们就叫做单线游戏 就是单机游戏啊 单机游戏的话 你玩了 你基本上通关一两次 你就不好玩了 对不对啊 然后如果是禁忌类游戏 游戏的话 比较耐玩 耐玩 总得有个时间嘛 对吧 玩着玩着 那大家可能也没兴趣了 就玩 有点可能这个不太擅长 这个禁忌类游戏 它玩得不好玩 难道就大家慢慢就流量会流失嘛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老一直只有老游戏消耗它的剩余价值 嗯 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每周只能玩三小时 本来这就相当鸡肋了 我说了 它不是说能玩三个小时 如果是随意你挑三个小时出来玩 那还好一点啊 那就每周能能把这三个小时玩完啊 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时间 你喜欢下午玩下午玩 早上玩 玩玩玩就就ok 那它是限制了八点到九点啊 只能这三天的这三个小时 这其实局限性就相当大 就变成了现在的新游戏又不发 大家慢慢慢慢 这个这个热情就没有了啊 就对于这个游戏的热情就没有了 所以就国内这个游戏产业 现在其实是往死里抓 呃有点跟那个教培差不多了 也都是往死里抓 现在游戏产业估计也是够呛 现在就 现在是自我放弃 啊 中国自我放弃了游戏游戏产业 这个游戏产业我们就够做了啊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 这有点对标的话 这就有点 你可以对标AV啊 成年电影 呃 就这个这个产业本来可以赚钱 呃 但是主动放弃了 现在 你说这个市场会不会没了这个需求 市场会有这个需求 那像像成年电影 那么当然大家肯定挖空心思去找来看嘛 对不对啊 或者说是你看美剧啊 美剧好看啊 日剧好看 那哪怕你全观了 人家都都会去看 都会找来去看啊 是不是啊 然后有一些灰色渠道或者其他的网站去满足啊 对不对啊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地下产业 就明明你可以挣个八斤做 然后又又可以纳税 又可以缴税的一个行业 你自己把它掐死 然后市场还是有 所以就 我觉得很多余啊 这个细胞子这样搞是相当多余的 他他现在这这样他做事方式 呃 我们都说了他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一个管理模式 嗯 就是按照他的喜好来 他这没什么道理 你说他他他他完全想闭关锁国 他他可能后面不知道会不会还做啊 完全把这个这个人不让他们接触到这种东西 再升级这个防火墙啊 你以后就这些不符合规格的网站 全缘码的关掉啊 行不行啊 我们事务以待 但如果你仅仅是现在这些措施呢 变成了你自己放弃了这些产业啊 无论如何吧 呃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呃这些新型行业 呃 被捉的很死啊 没没有什么搞头啊 因为你比如这个网红你如果这些这样去 去让他缴税的话呢 他可能就没有动力做了啊 搞着搞着就就可能在在想其他的 或者他移民才做啊 就在国内没法做 那天天给你随便开些罚单呢 那你怎么做啊 那 而且税项是由他来定 他说你是个人输入个人输入 他说你是什么什么A项收入 A项收入 不轮到你身了 啊 你说哎呀不行啊 我这个属于集团经理呢 啊 我这个属于公司经理呢 我有雇员工啊 他不给 那么还是就就这样啊 所以就很难搞 呃就就这些吧啊 就那什么安全 还还有一些什么安全审查 这些反正就是现在新鲜行业受到打击 啊 这是第一个主题啊 然后是这个房地产啊 房地产啊 房地产我们要看看 首先是广州的二手房市场的新闻啊 说到这个广州开始执行二手房参考价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啊 这个是官方消息啊 这可见你这个又是什么央视财经的 我报就可见现在房地产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就是 呃 无论是市场的角度还是呃 监管城啊 你叫做习毛子也好 中共也好了 中共政府也好了 都想他死 呃 市场的角度也他也活不了 所以就是方方面面 现在都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支撑他啊 啊 这个房地产行业现在没有因素可以支撑他 除了以他自己买的房 没有他不想他跌的以外啊 现在没有没有找到一个因素支撑房地产市场 呃 因为那些什么什么美国大使馆呢 这都是在了在那里啊 所以这这是个核心区域 呃这个负责员啊 秋先生呢告诉记者啊 实施二手住房交易参考价后啊 这家门店在整个9月份 只卖住了一套房 哎呦 整个9月份啊 跟那个深圳有的一比啊 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终结了啊 嗯 广州啊 9月份啊 各区的网签面积环比均普遍下降 面积环比普遍下降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嗯 普遍是成交的这么刚需户型 那是一种降温 因为房地产很好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那些豪宅也很好卖啊 是市场氛围好嘛 只有市场不行的时候才讲什么刚需 我告诉你真的 你看到什么什么 哎呦 你这个三线城市不行的 这些一线城市好 其实房地产真正二八斤好的时候 就没分什么一二三四线 全部都涨 我告诉你 那就真的正个八斤大牛市 等你什么分化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要撤退了 我告诉你炒股也是这样 炒房也是这样 当它分化的时候 你不要沾沾自喜 哎呦 我拿的是什么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的房子 没事啊 你不要沾沾自喜 嗯 市场永远就是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 当它分化的时候 你还没跌到你的房子 你应该赶紧 你应该感谢上帝 然后赶紧把它卖掉 真的 你不要说哎呦 我的妈 我很幸运啊 所以我还继续拿在那边 这是什么什么心态啊 不知道啊 就是 嗯 其中二手住房交易参考价目录中 占半数席位的天河区 下滑近40% 月秀海军海军 海军 海军出 白鱼 潘鱼区 等啊 在24%到30%之间 哎这这些下滑都是很厉害了 嗯 这里面有一些评论 这这没没什么好说 说一手房推盘很多 现在一手房也不好卖啊 就是整体的都不好卖 主要是 很多方面啊 他提到一个增值税啊 之前出了很多这个调控政策 增值税二改五 以及是人才政策的收紧 市场一直在降温啊 这个现在这个二手房参考家一出来 呃 市场的观望细分非常浓厚 预计十月份二手住房的数据 还会进一步走低 看这个深圳嘛 你看深圳就是这样 深圳已经完全没有交易了 越来越低 嗯 而且随着现在就是那个额度也没有了 所以就这个交易交易量低啊 这这样一个新闻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保障性住房啊 广州在准备大力度的搞啊 在2025年要全面完成66万套保障性住房 嗯 其中公租房3万套 共有产权房3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60万套 嗯 那就这些租赁住房啊 大面积的推出市场 66万套 这个规模是多大意思的 这个规模是多大意思的 比广州的 2016年到2020年5年间广州卖房卖了多少 一手房总成交50.6万套 那就过去最热的这5年可以讲啊 16到20年 一手房成交的也就是50万套 那你现在一下子推66万套 那基本上整个市场就保 就完全冲垮了 就是需求全部被这些抢去了 嗯 你要知道公租房 跟一般市面上的那个民 民间的租赁住房还是有点不一样 他会更加有保障啊 或者怎么讲你 因为你租那个民间的租赁住房呢 有时候那个房东租着租着他 那个房东想卖 对吧 我以前我租给别人的房子 我租着租着我最后我就卖掉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 所以民间的租赁住房有很多因素 比如他可能不能长期租 对吧 你想租个10年20年 但如果政府操办这个租赁住房的 公营性质的租赁住房的话呢 嗯 那就那就够抢啊 这就完全把这个市场抢过来了 你要知道本来中国房产的那个租售比 就本来就相当 相当离谱的啊 就100多年的租金才买了一套房 所以就买房本来有很多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可能没有公营的租赁住房吧 他现在真大率都搞这个呢 商品房就没有空间了 真的 他而且这个时间还很短 现在22年快到了 25年马上要给66万套 那这个怎么来 你看他里面有说 里面他提到他会运用7种渠道 包括城市更新建安啊 就安置了 就是城市在拆迁啊 这拆迁是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是公改租和商改租 这里公改租和商改租我提一下 这个可以讲非常合理 那就是公改租商改租什么意思 就是本来的一些厂房 或者说是写字楼 本来中国的写字楼空置率就相当高 所以他如果大力度的搞商改租 如果写字楼改成公寓的话呢 那确实能满足 而且速度很快 写字楼要改公寓很快的 一下几个月 半年就可以把移动写字楼全部改为公寓 所以 这个一改呢 推出市场会很快 有一些可能本来这个写字楼是 它是政府的 政府在市区的老写字楼还不少 我告诉你 广州那些什么珠江集团 老国企 老国企的那些写字楼还不少 而且它现在都没什么用了 很多的那些老国企都已经没有什么业务了 然后那个楼 办公楼本来就不好住 最近几年经济差 首当其中受冲击的是这些写字楼 那现在如果改成这个租赁 嗯 这个这个影响相当大 还有一个新闻 我看到的是 北京啊 北京 这个 会 会摇号啊 摇号就是 如果你是二孩以上的家庭 就是 二孩级以上 就是你如果生两个孩子呢 呃 它是直接配 在这个配里面 其实它要摇租 它要选 选号 可能它分配的你的楼层 或者说那个地段 你可能不喜欢 所以它还是 还是有一个摇号啊 这种东西在里面 嗯 所以 但是它说的是配啊 所以就 你看到这种大城市呢 这种公租房慢慢成型 嗯 就是一方面是房地 地产市场把它捉死 另外一方面 真在搞公租房的话 嗯 嗯 那就够呛啊 就这个楼市 可能真 真要有一个大转弯 就是 现在可能 呃 中国政府的意思就是 就是 往这方面全部靠了 反正这个没得救了 没得救 我干脆 就把它变成保障性住房 我收点租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啊 有一定道理 反反正都是这样的 那创创点收 然后 嗯 有一部分人会收医 有一部分人开心呢 那 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 这里面 就是 但是这个这个 跟它本来的一些政策 就有冲突啊 比如是 呃 振兴乡村 你现在如果按照你 你这个资源主要在 一二线城市的话呢 你变成城市的二八现象 又又会加剧 那跟原来的想振兴乡村 好像是风马牛会相起的 啊 这是一个矛盾啊 就要然后还有一个矛盾 是中国的 你你这些新鲜行业在打 然后你的经济活力在下降 嗯 跟很多东西有矛盾呢 比如这个债务有矛盾 啊 大家是以前借了这么多钱 他他 你你说 这个行业又又搞不了 然后在城市里面 当初为什么要跟 驱除低端人口呢 那就是 就是因为 那个他这些人口在 在城市没没工作做 这可能引起个治安问题 就是驱除低端人口 那现在 嗯 我给反正感觉他的政策还挺乱的啊 就是 这么个情况吧 就是 第一 第一部分啊 第二部分就是对新鲜行业整顿 还有楼市 然后最后提一下 就是 我自己的一个兴趣啊 今天看到两个新闻觉得 呃 现在中国还挺弱基的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就是 你看到一个台湾的表态 跟一个印度 最近的表态 昨天不是双十吗 双十 蔡英文的讲话 我看到很多人都讲了 蔡英文讲话 还还挺硬气的 你看到就是 嗯 就是他他 那 蔡英文就说到 中国 跟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共和国啊 互不隶属啊 这些东西 呃 她说的很有底气 而且基本上 中国 会不喜欢 呃 大家就就无论是台湾 还有一个是印度 还有一个是印度 印度 你要留意印度最近 呃 中国政府都已经回应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新闻 就印度一个是抓了200个中国士兵 中国这次是说成一团了啊 已经可以这么讲 他他没有任何回应 之前还敢跟印度干一下 干一下 干一下之后 建了几个墓碑 然后不让人说话啊 我说了他就是战败了 纯粹就战败 你再看这次 中国想啊 想做点小动作 被人拘留了 他都不敢动 他应该是不敢跟别人打起来 所以这次仅仅是拘留 也没有伤害他们 你可见印度还挺文明的 嗯 但是你看到中方有个表态啊 中方就说印方仍坚持不合理 也不切实际的要求 为谈判增加了困难 你可见现在中国跟印度这边 他处于一个劣势 他打也打不过 好像打起来 他可能觉得代价也特别大 然后国内维稳啊 支出啊 又要封嘴啊 方方面面挺难受 所以 你也 捂不住印度的嘴啊 是不是啊 到处乱船 哎呦 所以就是 中国 也现在 印度这边是个硬骨头 然后台湾那边 现在 你看到的是 就是背后这些 都在支持嘛 这方方面面都在支持台湾 所以说现在 台湾也硬起来了 印度也硬起来了 那就中国其实相当弱 啊 所以我看到就是 他好像 我觉得中国 处于一个弱势 你看到他 他又提什么和平统一 之前的媒体和平统一 现在又提和平统一 所以 所以你看他的细胞子 他不是有什么一盘大气 他也是乱世 试了 现在他可能行不通 他也 重新推倒再来啊 所以今天三个主题 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分享 拜拜